那當然 今天有很多資訊要跟大家講 實在這些資訊是大家有興趣 不要以為我需要你消費 我又是再給你們好處 昨天搬屋公司的五個哥哥上來 見到我家裡的裝飾 就知道自己有 當然有個看過節目 但是他叫我 先贊好他們的公司上Facebook 我當然不會先做 因為我叫他們搬那兩個櫃上來我們公司 因為我立即站著高櫃 那我搬上來 站起來 我也算是這樣的 因為搬運費不可以說多少錢 當是100元 我給貼士都給20-30% 我不是給得少 沒有人去騙我 不過我又說你了 沒有人說話 為什麼呢 五個人 九點鐘上來 搞到四點飯都沒得吃 真的很誇張 因為你平時搬屋 那些很快兩三個小時 因為放下東西就好了 就是可以砌 砌了 砌了 但是我最慘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的電視 因為我家裡有那些裝飾牆 不可以直接插到那些牆上 那我又沒有腳架 那我解決方法就很簡單 買那部電視就行了 雖然那部電視也是新的 那我現在那部電視就放進房間 但是因為那部新電視還沒到 現在那部電視很便宜 是的 那我變成那些東西 它還原不了了 就要我自己插 最糟糕了 就是插那些線 我現在想起那些牛仔 糟糕了 真的要搞一天 因為我是 你知道我這兩天在做什麼 各位老友 我兩晚睡不到 我睡不到為什麼 我在想在公司的雪櫃歪了 不夠直 其實現在已經不太覺得了 但是我就看到了 每一個網友上來 我問你覺不覺我的雪櫃歪了 你不說我不覺 但是我看到了 我兩晚睡不著 我在想你怎麼搞這個雪櫃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去到這個位置 我打算用大毅力 再把雪櫃移去 譬如拍攝影機那裡 但是你又不代表它不歪 因為我們的地台不平 是的 你最慘就是這樣 是的 很多朋友說 他攝影機那裡是滾來的 雖然可以鎖死 他有時會變成開門的時候 就整個櫃拉下來 雖然很難拉 但是會動 真的很煩惱 有什麼雪櫃的朋友 或者做裝飾的朋友 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因為我真的很想執著這些東西 我家裡昨天 搬了屋 有些櫃 它擺錯了 其實也不覺得 沒有人看到的 它擺錯了 於是就會有一個洞在那裡 我看到 我特地 我開車 走了兩個小時 全香港 找那些白色的標籤 去黏住它 要不然我睡不著 因為我是強迫症在這方面 我好像現在看到那個倉 其實很整齊 我受不了 我跟著呢